今天我們可以到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液晶這個領域的某一些簡單的細節 在跟數位光學相關的液晶科技裡面 大家都很熟悉的話 在戲碼面擺的這些有關SLM 就是後面擺出來SLM 就是跟液晶有關的數位光學 待會我們就簡單針對這幾個部分 還有一些液晶的簡介 給各位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林彼得跟我講說要介紹自己 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是2013年到中央光學院 所以到現在大概已經有67年左右的時間 在液晶空間的領域 我已經大概有20年左右的研究經驗 從來自學生到現展 所以待會有一些東西如果沒有問題 可以隨時舉手跟我 跟我請問 或者是接觸的話 我們再做討論也可以 那今天呢 跟已經有關的數位光學 我大概簡單列了這幾項 當然不進行這些 那我把這些比較大的主題方向 把它簡單列出來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 在比較早期人家稱它在 Compute-Compute-Limages 我其實就是透過電腦的計算 然後把一些有沒有呈現的影像 透過一些顯示器 我想顯示器取得當然 比方外面的SOM 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顯示器 用這種方式去呈現這些影像 那當然包括你 例如在今天 或者早上的一些課程裡面 聽到的種種 那些東西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那如果我們在液晶裡面 那液晶其實貢獻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功能 其實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那可以對光的Face做一些調整 或者說光的天正派做一些調整 那經過這些調整之後 如果再透過 把一個空間 把Pixel來實 那我們就可以在空間上 做一些光的調整 所以這個答案就這樣 那除此之外 畢竟透鏡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 畢竟的應用領域 那我這邊寫了 就已經透鏡 還有 所謂的Micro-Manser-Ray 把它做小 做到文明等級 它尋常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應用 包括我等一下列了這幾個 那我講 後面點點點還要很多 那我這邊先簡單介紹 比如說2D、3D顯示器的切換 可以透過 比如說柱狀的應用透鏡 那我們就可以做2D、3D的切換 那或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所謂的 Y-Q-Discuit 或者Sign-Q Camera 或者這個 現在也都非常熱門 雖然說 它還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導致沒有辦法 真正的 歷史的 被重視 但是這些 都可以透過一些 所謂的透鏡整臉 做一些 做一些展示 那另外 畢竟透鏡 還有一個很大的 它的應用點是在增加 所謂開口率 DFT的開口率 它其實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 那另外一間透鏡 它有一個 比較特別 它可以調整它的焦距 那 剛剛的焦距有它的 優點 當然 在一間透鏡裡面 它的焦距 零度縮起來 都是這麼容易 我們在後面 都會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好 那現在還有非常熱門的 這個 AR、VR、片跑 還有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我這邊寫了一個 HB、HB Hybrid 的一個 Display 那這個 Hybrid Display 其實用的是把 把 AR 透過 用VILITY的影像 透過 所謂LIB的Display 去做了一個 一個 Hybrid 一個混成的 一個應用 這些都 需要透過一些 MicroLensray 去達成 那當然如果 我們把一個 MicroLensray把它加進來 它就可以有些 變控的特性